高仲勋先各得一分 但是失球后的泰达队并未气垒 反而发动了全线进攻 由田玉来和陈玉成连入两球 最终双方以2比2占平 本轮占平后 敖冬队继续垫底 今天以较大比分结束的 当属辽宁与厦门下新队的比赛 结果辽宁队以5比0大胜对手 在今天晚上结束的三场比赛中 上海深花队主场以2比0 击败了青岛一中海牛队 两名外援萨里奇和兰科为奇 为深花队建功 深花队名列第二位 此外重庆龙心队3比0战胜了 沈阳海事队 罗迪马克和米伦为重庆队建功 此在胜利一改龙心队 从未在主场战胜过海事队的历史 四川全新队主场以2比0战胜了 深圳平安队 下半时摇下先得一分 中场前他妙传桑托斯 由后者再下一城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一亚洲杯铁人三项系列赛季 全国锦标赛 今次决赛阶段的首场比赛 马小春以2又4分之3子 战胜了日本的王立成9段 取得三盘两胜至决赛的首场胜利 在同时进行的三四名的争夺中 我国棋手孔杰武段 中盘战胜日本的伊田积基9段 获得第三名 全国足球甲A联赛 昨天战霸第14轮 大连十德队客场2比1 击败北京国安队 在积分榜上继续保持领先 而北京国安队此战过后 保级形势更加严峻 本轮其他比赛结果是 山东鲁能泰山1比0胜云南红塔 天津泰达2比2平吉林敖东 辽宁府顺5比0大胜厦门下心 上海申花2比0胜青岛一中海牛 重庆龙心3比0胜沈阳海施 四川全星2比0胜深圳平安 积分榜前三位是 大连十德上海申花四川全星 好观众朋友 在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今天的天气预报 各位观众早上好 现在播送中央气象台 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 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 江淮 江南 华南 西南地区东部 以及西藏